讓我們一齊用神的話語去敬拜神 今天的經文在希伯萊書的第一章四至十四節 我們可否今天用啟認的方法 就是我們開始第四節是我左手辯的弟兄姊妹 然後單一節就是右手辯的弟兄姊妹 預備 左手辯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 就遠超過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們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那一個說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再者 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事 所以 使者都要拜他 輪到使者 又說 神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目役 又指腳說 神啊 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遠的 你的覺權是正直的 你喜愛公義 恨惡罪惡 所以神就是你們的神 用喜樂由高利 聖過高利的同伴 主啊 你起初我立了太力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 你腳要長寸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你門上天地捲起來 還有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變了 唯有你永遠不改變 你的年歲沒有窮盡 所有的天時 神從來對那一個說 你門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的手的 助你的腳等 天時起不得是伏役的利 奉妻顯為那 將誠誠獸 救恩下寧媽 鼓勵今天 陳全道在我們當中正道 大兄姊妹平安 因為我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長大 然後我住的金峰 就是我住的 金峰是馬來話來的 金峰就是鄉下的意思 我住的鄉下 小小的小的城市裡面 就是貝貝的 就是民間的信用的人很多 我和你們曾經分享過 說有一次的中元節 或者是愚難節 愚難節 就是鬼節的時候 有一個經歷就是 在鬼節的時候 忽然間 有一個老人家 忽然說話起來 因為我們那個 後巷裡面 全部的人來 就要拿雞 拿鴨 拿元寶蠟燭 有沒有元寶蠟燭 我忘記了 就是拜一些神明 希望那些鬼 小鬼 那些大鬼小鬼 不要來騷擾我們的家 我們那裡的人 是這樣信的 我那個時候 應該是十 都是中學 記得應該是十 三四歲左右 這樣的年紀 所以我們都是 跟爸爸媽媽一起 是這樣拜的 有一個老人家 突然說 我是 你們來 要什麼 我還記得 因為那個數目太大了 到現在都記得 我要六千隻的燒豬 我要六千隻的燒豬 你們斬了一塊一塊 然後到身上那裡 給我的弟兄吃 就是這樣的要求 六千隻 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所以我們就 你要給我們六千 你要我們 燒六千隻的燒豬 給你 我們有沒有一些好處呢 因為是這樣 所以他就要 給我們一個 Number 就是我們 寫一個Number 給我們 我們就拿這個Number 去賣 就好像這裡的 什麼 那樣的東西 如果開了獎 如果這個Number 出來我們就 給你六千隻 如果沒有的話 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有這樣的交易 就是這樣的時間 然後另外一個 我的朋友 他就 忽然間 他就 喊大喊 喊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過去看 給我的朋友 哭 哭到心裡 什麼意思呢 原來他說 他是 羅渣三太子 在他的身上 他就哭了 上來 所以原來 如果你有 神藤的朋友 你就知道 羅渣三太子 有份 三歲的 七歲的 和十二歲的 所以這個 上去的身 羅渣 就是三歲的 因為三歲 很小 所以哭 原來哭的時候 怎樣呢 就要拿奶嘴 放在他 口裡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就擠了奶嘴 就不再說話 所以 就是這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 又再 有一個靈 就上去他的身 他就 打 就打 那些 雀面 很大聲 砰砰砰 整個面 鼓到 紅色 我 是 軍 公 然後 他說 邪 不能 勝正 現在我們真的笑得 好像 很好笑 但是 你在那個情形的時候 你一點都笑不出來 因為 很嚴肅 又很 你又很害怕 大家又很害怕 因為 那裡有鬼 這裡有羅渣 突然間有一個軍公出來 有軍公說 邪不能 信正 他說 叫我們 燒了 那個 夜鬼 那塊的夜 我們 當然 不敢燒 你是軍公 但是我們都不敢 去燒 大家都很害怕的 氣氛 氣氛 裡面 所以好像滿天神佛的 感覺 在當中 以前我就不明白 但是現在 現在我就明白了 因為聖經 這樣 教導我們 說 上帝創造一齊 天地 民物 包括我們人 和天使 所以 天使 就是 被造的靈體 所以我們是 人 是一個 肉體 和靈魂 但是天使 沒有肉體 只是一個靈 所以 天使是上帝造的靈 所以 在聖經的 教導裡面 我們知道 有三分之一 的天使 他們堕落了 他們 他們 違背了上帝 從天上 被堕落到 堕落了 原來 就成為了 所謂的 邪靈 因為他本來是靈 但是現在 他不再是 正直的靈 他是稱為邪靈 所以邪靈裡面 有三分之一 我們不知道 他的數目有多少 聖經說 有三分之一 然後 這一群 邪靈當中 有一個 是做頭的 所以聖經 叫他為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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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魔鬼 就是他的名字 然後全部 跟隨者 那個堕落的靈 就叫做 我們就叫做 邪靈 所以 聖經是這樣 教導我們 所以現在我想起 以前 那些 東西 你說他們是假的 不是假的 真的有靈在他們身上 因為我朋友 我很熟悉 我朋友 他這樣 撒上來 是真的有一個靈 他這樣 伏在他 心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當神靈 來拜 我們的媽媽 我們的 隔離 倫射堂 大家拜 神靈顯應 神靈顯應 軍公來了 軍公來了 快點拜 所以現在我知道了 原來是 那些邪靈 或者是 波樂的靈 附在他們身上 然後 冒充 我們民間的一些神文 就要我們敬敗氣了 就是這樣 給我們一個 懼怕的心 敬敗氣 所以我現在 我明白了 所以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背景 後來我們就信了主 信了主之後 我們來到 教堂 看看最多十字架 最多聽聽聽 傳道人 跟牧师讲一下道,然后唱一首歌 一点都不像,不像我以前 又有邪不能圣证,又有小孩哭 然后他们又会拿很长的针刺在口上 又这样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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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牧师的身体拉下,哇,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来到基督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时讲到又一样,好像陈前道那样,口音又不准 讲到又是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形 如果顺利的话,我继续来教堂,顺子,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真的遇到生活中很大的困难 如果我的家庭出了矛盾,我和我的丈夫、先生之间产生很婚姻的危机 因为我的家庭出了很大的病 甚至我自己遇到很多不信心的事 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忽然间有一个想法 可能他就会送来我们的思想里面 不如我们分开我们以前所拜的 因为我以前所拜的好像很厉害 比耶稣那样,因为真的很多神奇超自然的形象 可能我就要分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希伯雷斯的读者所遇到的警方 因为希伯雷斯的读者是一群的犹太人 他们以前在犹太教里面 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谁知道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中 有些人甚至这样的生命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心意想回到犹太教 因为分分犹太教,至少我们同有摩西的律法 当时有些书信流传来流传来 我们都不知道和未正确的生略和未正确的成立 所以至少我们分开我们同有摩西的律法 我们同有先知,我们同有亚伯拉罕 我们位帝的先祖,同有我们犹太人 相信天使是很有能力的 将律法赐给犹太人 行很多大能神迹,显明上帝的威严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分离犹太教 所以希伯拉罕的作者就提醒这帮信徒 说你们不要分弃了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拉比 不是一般的教师 不是一般的先知 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很伟大的 所以你们说天使很伟大的 是吗? 你们说天使很有能力 是吗? 所以我现在就和你们说 第四节说 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命 远远的超过了天使 所以耶稣就远远的超越天使 是比天使更加的伟大 所以作者就要 提出第一点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乙子 所以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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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理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然后十三节我们来读 十三节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做你的脚踏 所以这里问了两个问题 在所有的使者 或者所有的天使当中 神曾经有没有这样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理 从那些所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当中 上帝有没有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替我使你的仇敌 做你的脚踏 答案没有写出来 但是作者肯定 读者是知道的答案 答案就是绝对没有 你说上帝尋来没有 对天使当中的其中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上帝也没有对天使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但是上帝又对 有一个很独特的人说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和基督说 你是我的儿子 你坐在我的右边 所以这个很特别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上帝对基督说 你是我的儿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基督是上帝所生的儿子 到底要强调什么的概念呢 上帝的儿子和 为什么会超越过所有的天使呢 我们不明白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一读 他们就明白 因为作读者是一群的犹太人 他们一读 他们就明白了 我 有一个例子 你记得耶稣被捉到阿那大祭司的面前的事 然后有很多人就控告耶稣 他说这个戏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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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一个罪名可以成立 耶稣都保持安静 一句话都不回答那些造假见证 就是告耶稣的人 耶稣一句话都不说 很多人控告戏 但戏戏戏都不说 不像 Donald Trump 你告戏戏 就告戏 告你 不跟你客气 耶稣一句话都不说 是安静 大祭司 不愧是大祭司 大祭司知道 耶稣有一个周文 有一个 你一说到那个 耶稣一定要说话 大祭司知道 因为他很熟圣经 所以大祭司就 做到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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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问耶稣一句话 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 你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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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是对的 你要看到上帝的儿子 有一天要跟天 跟天使一起 一切从天加着魂而降 大祭司一听到 这样的说话 他就说 撕裂他的衣服 就说我们不用见证人了 因为他说了 因为他说了 他说了 撕裂 上帝的话 所以所有的人都 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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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稣说了 撕裂上帝的话 什么话呢 就是耶稣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句话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 一听到耶稣承认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耶稣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耶稣一说我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不用再见证人了 即刻就可以判起死刑了 他竟然 承认自己是神 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所以第八节是这么说的 第八节 你看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 轮到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连的 你的国权是政治的 所以这里说 轮到子就轮到耶稣基督 这里是谁再说话 是神本身在说话 是吗 如果你在上面就看到神在说话 是吗 因为第五节是这么说的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就是神不停地在说话 所以来到第八节的时候 神就对起的子 对起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在对起的儿子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深一上帝的观念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乱了 你读到这里 为什么现在神对儿子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到底有几位神 因为这里神对神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的 所以这个儿子不是普通的一个人 这个儿子不是普通的一位先知 这个儿子不是普通的一位拉比 因为这个儿子就是神本身 就是上一 深一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 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 如果圆圆超越了天使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本身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大的分别 所以第六节那里说 神使长子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长兄 所以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的使者或者神的天使都要被他 意思就是看到很大的超越 犹太的极大兄姐妹 你们以为天使很厉害吗 我跟你说耶稣基督远远的超越了 天使不是良的超越 是整个本质的不同 因为一个是被造的灵体 一个是神本身 所以所有的天使都要拜耶稣 跪拜耶稣 天使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天使的时候 有很多的描述 有些和有些名字的 比如说我们有读过一个叫做基罗伯 基罗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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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创世纪的事 当阿当夏娃犯罪的事 天使上帝就叫基罗伯 就拿着剑手在伊点缘 不准阿当和夏娃再进来了 所以你又看到有约龟 就是约龟的上面 有一个天使叫做基罗伯 他拿起雙翼蓋著整個玉櫃 所以讓我們看到紀錄伯 基本給我們一個形象就是很威嚴的 他是審判的一個天使來的 不准阿當夏娃接近 不准人碎碎碎碎可以進入玉櫃的面前 一年一次只有大祭司可以進來的 有天使的雙翼在上面 所以這個紀錄伯 我們看到以塞亞書那裏 大陸章那裏看到 當以塞亞先知 看到上大的寶座高高在上 他的白鋪和寶座那裏 一直垂直到地的事 然後那裏聖經描述了 有天使飛在寶座那裏 飛呀飛呀 這個天使和紀錄伯不同的 紀錄伯是兩個刺鵬 然後這個天使叫沙拉佛 沙拉佛 他有六個刺鵬 他用兩個一對刺鵬 遮住臉部 因為上大太過聖結 他的肛 我不可以用我的眼 直接看著上大 然後拿著另外一對刺鵬 遮住他的雙腳 像摩西那樣來到上大地的時候 要脫下他的鞋 他說這個是聖地 我不可以用骯髒的腳踏在上面 所以雙翼遮住眼 雙翼遮住腳 然後再一個相逆 就飛呀 就飛上一話 聖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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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沙拉佛 所以沙拉佛 是一個很聖結的 然後帶領我所有的人 來敬佩聖一的 深一的上帝 所以這個讓我看到 我有紀錄伯 有沙拉佛 然後讓我們看到 還有一個叫做 麥加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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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天使獎 他叫做art angel 他叫做art angel 是天使裡面最大的那個 所以叫做art angel 所以這個麥加樂 這個天使獎 看到他帶著天官天使們 跟沙拉佛做一個真戰 所以他是一個真戰的天使 很有能力的 另外一個我們最熟的 我們最熟的 因為這個在生略出現的 耶穌等生下來的時候 有一個天使 跟約聖和馬利亞顯然 這個天使叫什麼名字呢 叫Gabriel 加伯列 加伯列 所以他是一個報信息 即是他是一個messenger 他是一個報信息的天使 把上帝的意思 我跟一些人說 甚至耶穌的名字是 加伯列 跟他起的 他跟約聖說 你要比起你的兒子 生下來那個 取一個名字叫耶穌 所以你看到各的天使 他跟我們說 有四環物 這個四環物都是 我在上帝的寶座面前 跟長老 跟大兄姐妹一起 敬拜上帝 所以上帝 天使是很有能力的 但他同時 只是給做的靈體 給做一個目的 成為仆人的 所以這裡說 天使好像風那樣 好像火那樣 第六節 第六節說 第七節 輪到使者 神而風為使者 而火焰為蒲翼 十四節 十四節 我們一起讀 十四節 一二來 天使豈不是伏翼的靈 風差淺為那 將有承受救恩 所以 耶穌是神 是神的義子 是神本身 然後第十節說 耶穌是創造主 因為創造了天 創造了地 天和地會慢慢 救了 耶穌將它捲起 捲起 捲上來 所以有一天 他要結束這個世界 所以耶穌是創造主 但是天使就是被造的靈體 所以被造者和創造者 有一個很大的 完全不一樣的 你不可能給的 一個是創造主 一個是被造的天使 所以這道天使就是一個服人 是服役的 是為那些領受救恩的人來效力 所以為什麼耶穌這樣說呢 他說 地上有一個人信主 天上的怎樣 天使的地就怎樣 他就歡喜 為什麼歡喜呢 My work is come 我的工作來了 因為他要為 承受救恩的人為效力 所以有一個人信主 然後天使就很快樂 我可以去服侍 這個承受救恩的人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名詞 就是 天使是所有信徒的守護天使 守護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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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比特被關在金獄裡面的事 天使就來救氣了 所以現在我要說的 不但天使是我們的守護天使 我們應該要成為我們的大兄的守護天使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責任 好像天使那樣 成為我們大兄的守護天使 就是為我們的大兄 為我們的姊妹 為他們祈禱 他們有困難的事 我們保護他們 然後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應該要成為 我們大兄姊妹的守護天使 天使是很有能力的 但是祈禱要在耶穌面前下拜 因為耶穌是神 耶穌是創造主 所以這個是很大很大的超越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 天使怎樣在耶穌的一生當中 做了好 怎樣的敬拜器 怎樣的 就是感到很偵探耶穌所做的一切 因為彼得前書那裡說 天使對耶穌 對救恩是很詳細的考察思考的 所以耶穌在每一段生活當中 很重要的時刻 都有天使出現的 耶穌未降生之前 天使出現 馬利亞和耶穌說 然後耶穌誕的那一刻 天使和慕容人宣布 在榮耀歸給最高的上帝 然後平安歸地上去所喜悦的人 耶穌受魔鬼試探的事 然後勞家福音說 是過所有的試探過了 有一位天使就出現在耶穌面前 就服侍耶穌了 所以很重要的時間 天使都有出現 然後同樣耶穌在 克斯馬尼人 在克斯馬尼人那裡 要準備行上格格太報路 祈禱祈禱的事 然後六家福音說 當祈禱到很激動的事 然後天使加力量給他 聖經是這樣描述 天使要加力量給上帝的兒子 因為上帝的兒子 他是上帝 但是來到人間 拿了這個身體 所以他有疲勞的時間 所以天使要加力量給他 因為他現在成為一個人 所以克斯馬尼人的事 然後耶穌死了 在墳墓裡面的事 馬尼亞來了 然後天使又出現了 說你為何要在死人當中 走活人 他已經快點在加力量那裡 與他見面了 然後有一天 耶穌再來的時候 有天使和耶穌一起共靈 然後天使就會吹號 然後招呼所有的聖徒 一起回到天上 所以耶穌的共生 耶穌受試探 耶穌要行上十字架的道路 在克斯馬尼人 耶穌迷中的事 然後耶穌有天再來的事 都有天使 都有出現 但是有一個時間 聖經完全一句話都不講 是什麼時間呢 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事 你說每一個時間 天使都有出現 但是為什麼在十字架上 沒有四個福音書 沒有一個福音書 沒有一個福音書 天使有出現呢 真的沒有 一句話都不講 所以我們就想 每一個重要的時間都有出現 為什麼十字架那裡沒有寫下來呢 所以我們就自己想 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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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可能是不對的 但是我可能這樣想想想 天使有出現的 但是福音書沒有寫下來 所以天使就飛了 在十字架邊能頭飛了 然後拿著一架劍 準備 只有耶穌說一聲 他就下來了 因為這個是他的主 如果主一吩咐 我們是他的仆人 我們就要下來殺死 這個城巴 所有的含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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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壞人 殺死 所有的壞人 天使就要下來 這個時候 耶穌就說了一句話 父啊 世面 氣門吧 因為 氣門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 天使可能 就 為什麼 因為不是叫我們來殺死他們 是叫上帝 世面 所以天使真的驚訝 原來他們所 敬拜的主 偉大 超越 超過他們所可以明白的 超過他們可以想像的 超過他們可以知道的 這位主太過超越了 因為他是上帝本身 他是上帝的兒子 他是創造主 我是天使 我本來以為要來救氣 但是上帝說要射 射面這壞人 本來我們要來殺死這壞人 上帝說 原諒氣對 這位主 這麼偉大的主 天使 和所有的被造的 夢得聖教的所有的聖徒 有一天又跪在高雄面前 將所有的榮名 要到歸給我們的高雄 耶穌基督 因為他超越了所有人間 所有的人 超越了天上所有的靈體 所有的天使 超越了所有的權力 因為祢是神的兒子 因為祢是神本身 因為祢是創造主 Amen 我們一起祈禱 主我們感謝祢 祢是這樣的超越 超越了我們可所能明白的 祢是這麼偉大的 你的生命 你的聖結 你的愛 你的政治 你的公義 都永遠的超越 我們可以所知道的 所以我們敬拜祢 我們和所有被造的天使 有的人要一起的 在祢的寶座面前 永永遠的敬拜祢 主啊 你是我們的主 我們感謝祢 奉主耶穌的名祈禱 Amen